这女武神的竞技场注定就是个创造奇迹之地 而人皇帝心与主神奥丁的一战也注定载入阿末元年的实测 就在刚刚人皇帝心手中的古剑似有变化 剑神的血色纹路逐渐暗淡 但场上奥丁并未发觉 他神王之力汹涌而出 永恒之枪竟全部被雷电包裹 他一跃而起竟打算再次冲击人皇帝心 可谁能想到 面对这霸道无比的进攻 这人族最后一位人皇 他竟将神秘古剑直直的插入脚下的地面 然后手持剑柄 一股金色的气魂迸发而出 由于事发突然 此气魂竟将奥丁直接震开 没错 这正是人道皇气 此人皇之气就算是神也不敢小觑 趁奥丁后退之际 帝心他拔出古剑直指对方 身后九条金龙 七七飞出 那震撼的一幕让人物以复加 这人族最后的一位人皇 其地位崇高无比 他乃是九九至尊 这九条金龙也不过就是随便任其驱使而已 而在转瞬间 这九条金龙已经追上了主神奥丁 当触碰到的一瞬间 竟将其死死的缠绕其中 而帝心也同时出手 他死死的盯着奥丁的脑袋 一剑刺了过去 正所谓一点寒芒先知 随后剑出如龙 眼见自己一时大意 这奥丁也感觉到了一丝危机 他强行爆发神王之力 震开九条金龙 仓促之下 只得应见这一剑 不过这话说回来 这北欧神王还真是了得 他竟用枪的另一头 触碰神秘古剑 然后借助反阵之力 使自己的身体在空中旋转 当他回过身时 他手中的永恒之枪 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下一秒 永恒之枪脱手而出 直击地心面门 世人都知 这永恒之枪出手必重 不死不休 除非拥有七天大圣的金刚不坏之体 但凡肉体凡胎 躲避开来是绝无可能 而就在这前军仪发之际 人皇帝信他不退返金 这神秘古剑与永恒之枪锋芒相对 只在瞬间 一阵刺眼的白光乍现而出 一时间 场上的观众根本无法直视 而当白光散去之后 这场上的一幕 却让他们彻底的兴奋了起来 这神秘古剑 竟然挡下了永恒之枪 而且古剑的血色纹路消失不见 当包裹剑体的故事 一点点的剥离之后 剑身的本体显露了出来 此剑一面日月星辰 一面山川草木 更相有四海一桶之侧 不错 这正是东方传说中的 轩辕剑 非人皇之体 不可触碰 而同一时间 人皇帝信头顶之上 那个若隐若现的身影 也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